這樣完成一個小願望嗎 小小的願望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願望 本人唱給妳聽之類的 接下來喔 不知道耶 沒有想到 沒有想過 要不要看一下妳的左邊 大家好我是Joeman 歡迎收看今天呢 我們特別的一個 整人節目喔 我們這個影片 我們的頻道其實很少在整人 上次整人都不知道是民國幾年的事情 那要先來講一下說 為什麼要拍這個企劃 是因為 我在應該是19年 2021年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的公司啊 我的每一個員工 每個人 都在完成我的夢想啊 幫助我追逐我的舞台 那如果我有機會的話 也希望可以完成他們的夢想 然後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是要來完成 沙莉的夢想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沙莉 之前就有跟我說 他很喜歡 台灣的一個歌手 叫做李友廷 然後呢 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如果有些可能 老一輩的人 不知道這個新生代的歌手 他是 森林之王的冠軍 非常非常厲害 包括了這個現場 這個實力啊 或者是彈吉他這個實力 都非常厲害 然後從那個時候 其實我就有留意 可是我也沒有特別表示出來 因為沙莉喜歡李友廷 喜歡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是 他的手機桌布 是李友廷老師 然後呢 前一陣子 他也很開心的跟我說什麼 他要請假去看這個 友廷老師的這個演唱會 在台北的Legacy的演唱會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嗯不錯 然後 所以我們就 透過各種管道 終於在今天 邀請到 我們的 友廷老師 來到現場 掌聲歡迎一下 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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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妹你好 帥帥帥帥 嗨 我是李友廷 對對對 所以待會呢 我會假借 今天發他通告來 就是請他來幫我拍片 然後拍片拍到一半 我就突然假借說 他去年的生日 我都還沒給他生日禮物 我就現場拿出你的 簽名海報 嗯 那這個海報呢 我會 故意 就是我們故意簽得很爛 讓他覺得說 是我自己平面輸出 平面輸出海報 然後但是 就是我根本沒有見到你 我是隨便簽一簽的 讓他吐槽我 然後我就會說 真的啦 是李友廷本人親簽 如果你不信的話 打電話給你 所以我們現在 先來 第一個橋段 我們先來簽名 好不好 我們準備兩張啦 一張可能待會 最後可以正常簽 所以其實 這張亂簽的也是你簽的 好啊 那我就想過 你就是亂簽 可能什麼簽注音啊 那我用左手簽 對對對 然後庭可能寫女字旁的庭 好難喔 其實他故意都壞痕 喔 故意都壞痕 欸你平常簽名是這樣嗎 沒有 當然不是 喔 不是這樣 所以沙莉能夠看出 會不會他就很開心 然後就收下來 然後這個影片就結束 超廢 不然再畫個愛心 看起來就更廢一點 好 畫個愛心 很像網美 有個網美感 這應該可以吧 可以 就這樣了 好 就這樣 然後 然後關燈了 關燈 我突然想到 你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 我要跟你講什麼 你也喜歡的那個 那個歌手叫什麼 李冠廷 李冠廷 李又廷 喔 李又廷 我把你要到那個 我把你要簽名海報 喔 欸 獨家咧 快看一下 還是你已經有了 我有啊 你已經有了喔 我就聽他演唱會 你已經有了 我特別請他簽給你的耶 他真的嗎 是不是 這不是他的簽名啊 這不是他簽名嗎 這是你簽的嗎 真的 真的是他簽名 喔 好 謝謝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證明給你看 我證明給你看是他簽的 什麼意思 我證明給你看是他簽的 我打電話給他經濟了 玉利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幫他經濟你叫我什麼 我不知道 欸 接下來是很重要的一刻 你那個要幫我拉起來 歷史性的一刻 來來來 你要進來啊 你要進來啊 喔 什麼意思 你要進來啊 嗨 嗨 ジェブ 嗨 嗨 ジェブ 嗨 你好 欸 那個那個 欸 我記得你是有庭的經紀人嘛 對對對 經紀那邊 欸 你 欸 因為我們 我上次有跟你說 我們工作室有一個人很喜歡有庭老師 有 你之前有提過 對嘛 欸 因為他在旁邊 你有沒有可能 他有庭老師在旁邊嘛 可以讓他跟 跟那個 跟就是我們 他叫沙莉 可以跟沙莉講個幾句話嗎 喔 但 因為我們在通告你等我一下 好 我現在等你嗎 我現在上等你嗎 我現在上等我 好 好 Joman那邊 我現在上次的禮物了 喔 謝謝 要視訊喔 沒有 不然你以為是假的喔 你以為是假的喔 嗨 友廷老師 你好 嗨 嗨 友廷 嗨 嗨 我是Joman 你好 你好 我是友廷 然後這是Sharley 嗨 好久不見 你沒認識到你熟 你很熟是不是 不知道看 看他還記不記得我 我記得啊 你現在還幫我拍過 老師你還 還幫我拍過 對 他記得 我真的有幫他拍過東西 拍過什麼 拍過他的音樂 cover 那時候是拍尬恰嗎 對不對 對對對 什麼時候的事 很久了 我忘記幾年的耶 天啊 他記得耶 哇 所以 喔 所以 他記得你 我是不知道你們發生什麼 那 那因為 因為是這樣子的啊 我就是公器私用 就是因為Sharley很喜歡你 然後Sharley去年的那個生日 我一直沒有給他生日禮物 然後我上次在這個尾牙 我誇下海口說 他一次給他兩年份的生日禮物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請你 有沒有可能請你就是視訊唱一段給 專屬給Sharley聽 唱一段歌 哇 可以嗎 可以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你比較喜歡他哪一首歌 都好 什麼都好 你說的都好 反正我怎麼覺得從來不重要 什麼都好 有點害羞 有點害羞 這有聽清楚嗎 謝謝 我會唱在小聲 有有有有有聽到 謝謝 謝謝謝謝 阿有你老師在忙嗎 不好意思 差不多了 要上台 對要上台 好 好 那謝謝喔 謝謝 拜拜 Sharley 拜拜 生日快樂 雖然是去年 謝謝九妹 謝謝 可以嗎 那這樣有開心嗎 有驚喜到嗎 還是 有啦 滿驚喜的啊 還是有尷尬到 不會 滿驚喜的 滿驚喜 算完成一個小願望嗎 小小的願望 小小的願望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願望 本人唱給你聽之類的 本人唱給你聽之類的 嗯 不下來喔 不知道耶 沒有想到 沒有想過 那要看一下你的左邊 我 誒 我 還 啊 什麼 噢 7 師 соб 噵 algebra 我 學問那個 怎麼 還有 例的 哎 海 喂 一個你 讓我值得 存在 沒關係 沒關係 可以齁 誒本人很帥耶 帥啊 還可以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就是為了要 為了要給妳驚喜 我們有沙盤推演很久 然後 後來惹到最後一段 你知道 我就說 欸 我們那個沙莉真的很喜歡你 然後後來友婷就說是沙莉養 好 直接視訊 然後就講講講 欸友婷老師 我們這邊有一個人非常喜歡你 這樣 然後就 旁邊是沙莉 整個整輪真的是 比較緊張 沙莉早報來演唱會都有 也有買專輯都見過 這沙莉養嗎 這沙莉養 怎麼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哇 竟然知道 她真的記得 她真的記得 因為她是在博比聖靈之前 就認識 所以就從這個有 伴隨著友婷熬這麼多年的過程 對 現在再次遇見可能意義又不太一樣 可以可以 是因為我到昨天還在跟Uni 在跟體檢圈說那沙莉還沒有很喜歡友婷老師 台北的又有有趣 你說那個死的有趣 就很擔心台北廠看完就掉了 沒有啦 那你的桌布現在還是友婷嗎 是啊 無雅各位我們真的沒say喔 欸真的欸 就是友婷就是後面的我 你時候的照片 對 那誰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老闆做的YouTuber很嫉妒啦 而且他那時候還有去當那個拍照片的人 對對我是後面的人 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 可以可以可以 欸那個那那 Chris幫忙拍新的桌布吧 幫忙拍一下新的桌布 來來來合照一下 合照一下 謝謝 其實這樣變成太合 很酷 謝謝 好啦那沙莉就繼續給你控Beacon 我來跟友婷老師聊一下 謝謝感謝 那真的今天非常開心 友婷老師能夠來到我們頻道 而且 我剛剛跟友婷老師說 我們兩個都沒有很少在整人 然後我們又沒有say嘛 所以呢 就其實就很緊張 對 其實我們整人方還是更緊張 對對對 那最後一定要是要幫友婷老師打一下這個專輯 去年年底嘛 對 就是去年12月的時候 發現我個人手上創專輯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然後最近好像也還有一些巡迴的演唱 就是高雄場的 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稍微往後延 然後預計在2月28號的時候舉行 2月28 然後呢 我跟大家講就是 友婷老師包括了木吉他 還有現場 我剛剛 就是當然我有在YouTube上面聽過你的歌 覺得很好聽 可是我剛剛現場聽你聽 就覺得 穿透人心 所以大家有機會呢 不管是在網路上也好 或是現場也好 這個沙莉可以作聲 現場唱的絕對是超好聽 真的真的 絕對絕對 剛剛不敢讓他唱太久 怕被這個偵測到版權 希望可以有機會唱現場給大家聽 對對對 好啦 那就請大家多多支持友婷 包括他的這個臉書 IG還有他YouTube頻道 那也非常開心 我們的這個剪輯師 沙莉很開心 好不好 那我希望可以繼續幫我們的工作室其他的圓夢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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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場要請你簽真的一個給沙莉啊 其實這個假的 其實這個假的也是我簽的 是他簽的 不用左手簽的 我們有拍下來 對對對 平常原來是這樣子 哇你還知道是這個羊欸 對啊 我真的記得 那這是我的喔 好好好 現在這邊 好好好 感謝感謝 你有意識到你要被整了嗎 沒有啊 你覺得就是很爛 就是一個海報 然後就一怕就結束了 沒有啊 想說喔 我已經有了 那你是覺得視訊那一段就夠了 因為有點延遲 所以好像有點 不知道是哪一家 喔喔 預錄影片 預錄影片